大家好,一提到晚清的历史,咱们印象中就是丧权辱国,而当时的大清也在搞洋务运动自强。 先不管这洋务运动最后成效如何,办工厂,买军舰,训练军队,那可都是要花大钱的。 再加上平定太平天国也得花钱,给各国的赔款也得花钱,当时大清积贫积弱,传统王朝靠着给农业收税怎么都弄不出这些钱来,财政问题如何解决呢? 其实当时大清真不只是靠传统的办法解决税源问题,新兴的海关成了大清财政的支柱,而在晚清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大清海关的官长是一位名叫贺德的英国人,在他的一手智下,大清海关成了全国最廉政,效率最高的部门,而他更是深度参与了大清洋务的一系列事件。 那么这贺德凭什么如此,被大清倚重,他的海关又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聊聊这些。 贺德于1835年,出生在北爱尔兰的一户市民家庭,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勤奋学习,不畏艰险的特质。 1853年,18岁的贺德大学毕业,本来还想继续深造读文学硕士,但当时英国正组织外交人员前往中国,贺德被提名推荐,通过外交部的测试之后成为了一名助理,来到中国之后在宁波充当翻译官。 1855年,英国驻宁波领事和葡萄牙领事因为冲突而被暂时停职,翻译官贺德临危受命,充当领事职责。 他在工作中有条不稳,处变不惊,给上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被委派担任广州领事的翻译官。 当时的大清联广总督劳重光,看到贺德对中外事务非常熟悉,希望由他帮助大清在广州建立一个现代的海关,这个海关官员的地位超越诸位领事。 于是,贺德答应下来,筹建了粤海关,并担任税务司副司长。 当时大清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也答应对外通商,但对外通商口岸总共就上海广州两处,上海这边的海关长是李泰国。 他在太平天国逼近上海的战斗中受伤,被迫回国治疗,并请求贺德来上海任职。 于是,贺德在1860年之后,成了事实上清朝广州上海两地海关的官长。 在此期间,天津条约签署,大清被迫开放更多的口岸,也需要更多的海关职员。 贺德在当时负责统筹大清新设的海关事宜,并初步参与了大清的洋务运动,比如为了培养海关人才而增设京师同文馆,为了防止太平军从海上封锁东南沿海,建议清政府购买英国军舰,成立阿斯本舰队等等等等,成了大清对外打交道非常依仗的人才。 1863年,李泰国回上海削驾,在阿斯本舰队的指挥官人选上跟大清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因此去职,在此之后,贺德正式成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 贺德上任之后,认真地改造海关的工作流程,杜绝腐败,在海关大力推行高薪养联政策,最低等前子手,也就是宴货员,年薪都有600-200银,是当时一品大员的三倍还多。 新奉之外,海关福利极佳,退休后有未劳金,休假有探亲费,每两三年便会有晋升或加薪的机会。 除此之外,贺德参与了所有海关雇员的选拔,制定了突击审计等严格的办事制度,进海关当差自然是衣食无忧,但只要有犯错,那就零容忍,立刻开除。 在这样恩威并失的制度之下,大清海关开始为国库上交巨额银两。 1862年,海关交出了500万辆的银子,到186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50多万辆。 要知道,在太平天国爆发之前,大清一年财政收入也财不到4000万辆白银,而太平天国横扫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已经让清朝政府难以为继。 这些海关关税收入成了大清军费开支和进行洋务运动的救命稻草。 贺德如此能干,清政府自然也看在眼里,1864年,清廷加贺德按查史贤,他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 一年,贺德随海关搬迁到北京,并进布正史贤,关接从二品。 进入北京的贺德,得以更进一步地影响大清的外交。 1875年,英国驻华公使翻译官马加里,在云南勘测地形时被杀,英国方面对大清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捉拿当地官员。 而贺德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甚至大清要的是面子,于是劝说英国公使不必在面子上跟大清过不去,但可以以此要求更多的商业利益。 之后,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有人评价贺德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一次战争。 到1884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法国乘机进攻台湾,贺德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做出让步,最终签署中法新约, 条约中允许法国开放通商口岸,同时法军撤出台湾的基隆澎湖,而大清对此也很满意。 就这样,贺德在一次次的中外冲突中,凭借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一次次化解冲突,让大清和外国能够把危机消弭于无形之中。 与此同时,贺德治下的海关收入还在稳步增长,1875年,每年缴纳的关税多达1200万两,到1887年达到2000万两,战清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大清靠着这些关税,开启了洋务运动以自救,江南制造总局,福州传政局,刘美又同,甚至左宗棠收复新疆相当一部分的军费都来自海关的收入。 可以说,没有贺德的海关,大清在那年月所谓的同光中兴,根本无从谈起。 除了协助清政府办理外交,以及帮清政府解决财政问题之外,贺德在相当程度上介入了大清的内政和军事领域。 海关自然跟港口关系密切,贺德在任期间,修正输军了中国的一大批港口,他组织修建灯塔,输军航道,重新规划港区,大大提升了清朝港口的运输效率。 除此之外,贺德一手创立了大清最初的邮政制度,而北洋水师的第一批军舰,也是贺德出面跟英国谈判购买来的,他还推荐了英国人狼威里作为教习,使得北洋水军初步掌握了近代海军的运行制度。 凡此种种,在贺德的努力下,大清看上去很有希望,蒸蒸日上。 而大清国自然也投桃报李,对贺德奉官禁决,不但升为正义品官,而且还是三代一品封典,也就是祖上三代都可以被追认大清义品官,这对于来华外国人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待遇了。 不过,就算贺德再能弄来钱,大清制度上已经烂透了,几次大败亏输,把贺德弄来的钱都给糟蹋干净,而贺德也终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1908年4月,贺德离开中国休病假,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清政府表面上还留着他海关税务司司长的头衔,直到1910年,贺德在英国主动告殿退休。 第二年,丰烛残年的贺德在英国去世,清廷追赐优续,加上书贤,太子太保。 此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那个试图用关税和洋务运动自强的大清朝也就彻底走入了历史,而贺德为大清做的一切,至此也就以虚无告终,要说这贺德留下的唯一遗产,那就是近代的海关制度,但这一切已经和大清没有任何关系了。 贺德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在大清海关担任要职半个世纪,为大清续命贡献了财政的坚实基础,这看上去是一个奇迹,其背后乃在于近现代化的政府职能部门对于专制王朝衙门的压倒性优势。 只不过,贺德在能干,他能影响的也就是海关一处,而大清所谓洋务运动,其核心也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祖宗之法那一套是万万不能变更的。 既然如此,那贺德的海关就算再能收关税,也终究是给一个行将旧木的王朝续命,其失败和悲剧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好了,关于贺德和大清海关的往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会员,谢谢大家。